养成学生的运动习惯 台中市教育局举办国民小学运动联盟普及化跳绳竞赛 在清水国小进行了海线组的赛程 今年度有360队来报名参加 每一位参赛学生的个人表现都会影响到校队的成绩 也因此不仅是推广了健康生活 更要让学生了解团队的重要性 声声响起 小学生挥舞着手臂 奋力且迅速的向上跳 就是希望能争取最好的成绩 竞赛中分为个人基本跳 个人三项花式 小学二回旋 交互回旋等限时计次 以团体为单位 加总分数最高者就可以获胜 赛况相当精彩 我们今天比跳绳 然后呢有比跑步跳 交叉跳 还有体测回旋跟二回旋 就是我其实本来是四项都不会的 但是就是经过同学的指导之后 就是有了就是都知道怎么跳了 这是教育局举办的国民小学运动联盟普及化跳绳竞赛 为期一个月的赛程 3月16号海线组在清水国小热闹展开 他们觉得说他们一直很想来啦 因为我们我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觉得我们练的成绩还没有很理想 那可是他们就是给他们来看看就是别的学校厉害的地方 然后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 然后他们会有激励自己想要更好这种 为了要积极提升校园运动风气 教育局响应体育署每周在校运动150分钟的方案 短短六年市内国小学生就已经达到了99% 而今年度办理的普及化跳绳竞赛 共计360对8500名的小学生参与 可以借由跳绳推广到全市的所有体育 那借由班级的合作 那学生可以透过简单的跳绳运动达到养成规律运动 也可以普及本市的运动风气 那同时也可以透过班级的团体合作 达到体育所教的合作精神 透过体育比赛 学同可以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更传递艺人以运动以校运团队的精神 培养同侪之间的合作默契 让孩子在享受运动的同时 也能够展现自信笑容